瑞泽商公所积极争取推动赫岗乌拉利部落聚会所的兴建计划 而去年向圆明会展延后 新的一年开始也特别邀请部落头目、干部以及族人召开了说明会 而部落族人针对了初步的设计规划轮番提出建议与看法 期盼能够真正符合部落需求的建设 设计公司图文定报呈现说明 未来部落聚会所大致建筑外观及公社配置 但没有厨房设施台下族人有些不满意 你们有完整的话 这个还是要听我们的声音 我部落的声音嘛 再来做这个事情 舞台的左右边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们想要把厕所移到那个 进出口、入口的那个左边 上面上面三角形 对 受限于聚会所腹地不大 相关设施配置也跟着缩减 新科代表陈秀珍则建议司令台 储藏室等配置位移 让聚会所空间更为方正辽阔 而部落头目陈文良接着提点指出 植栽绿梅化的树种花卉也得要胜选 有种那个加工树后 肉业真的是非常不可观 而且它树是很大 树根就被跑到那个那个房子 聚会所地下去破坏那个水瓶养 瑞雪乡公所今天上午召开 乌拉利部落聚会所新建设计说明会 部落族人纷纷提出建议 也让乡公所试捏一把冷汗 因为去年用地以及信办事业计划问题 向圆明会展言 现在进入到设计规划阶段 乡长吴万德则是向族人喊话 先求有再求好 就反正我要积极的跟部落在整合 整合起来我们才有办法 再做下一步的那个设计规划 河岗乌拉利部落聚会所 辟建工程经费大约1300万元左右 进展延后期间也召开三尺说明会 部落族人高度重视 踊跃提出建议 希望公部门能设计出符合部落 真正需求的聚会所 乡长吴万德也将会把族人的建议 汇整重新修正后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设计发包作业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